羅沉基華佛服務中心阿漢布拉市社區醫療中心 紀年長者照護中心月中動土儀式 多位民選官員出席表示支持 為提供更完善服務與大眾 華佛服務中心將於華人聚居的阿漢布拉市 打造一個多元社區醫療中心紀長者照護中心 歷經3年前置規劃 該中心於本月13日舉辦動土儀式 蒙特利公園事事議員 紀華佛服務中心董事會主席吳兆榮表示 這間醫療中心是CSC對社區的承諾 一年後中心將在此服務更多聖蓋博谷區的朋友 聯邦眾議員趙美心表示 該中心佔地43,000平方英呎 將設教廷醫科、牙科、眼科、小兒科、 心理諮商及咖啡廳等多項重點項目 更規劃聯長者全面照護計劃中心 提供接駁服務 祝福鄰近地區聯長者 趙眾議員也感謝CSC多年來對社區的付出 加州眾議員風雪強首先感謝CSC五十多年來對社區的貢獻 表示不久的將來 這將是一處提供多種語言並接受多元文化的醫療機構 還有咖啡廳提供當地居民溫馨的休息場所 代表亞漢布拉市政府出席動工儀式的市議員 亞戴爾·安德拉德·斯塔特勒 對CSC在本市開設新的醫療中心表示歡迎 期待未來市府能與CSC合作 拓展更多服務項目 CSC董事會副主席張志堅提及 該中心預計於2024年底前員工 雖然已有部分政府撥款 但仍需龐大的資金才得以完成 盼國家人士能夠踴躍捐款或贊助設施 可上網csc.alhambra.org 了解詳情 華佛服務中心執行長吳敬群 最後感謝一路協助的各方好友們 表示CSC團隊期待為社區提供更多元的服務 蒙特里公園市副市長王太平、市議員羅佩婷、 盛蓋博士副市長吳程遠、 市議員Dennis Manchuk和丁賢瑜、 阿凱迪亞市市議員王愛臨等軍道場支持 此外上年支持並協助CSC的 羅省中華會館亦由主席李金生 帶領多位成員出席 天下衛視編輯報導 地下衛視編輯報導 御山、四木市王三使、 追及 稿教室、 索導師、